冷吃兔出锅 哎呀这个太香了 火辣辣的冷吃牛肉出锅 这个太别的了啊 这个真的是嘴巴一直爽 大家好我是麦总 实在四川位在自贡 今天我在自贡的富顺 这边有一个朋友啊 讽刺朋友私信跟我讲 说他是自贡第一届冷吃大赛第一名 让我们一定要来尝尝他的冷吃兔 走起 哦这个送的兔子啊 全是活兔子啊 两个屎屯 咱们的胸脯子牛肉 哦这送的牛肉 嗯 做冷吃应该是哪个部位最好嘞 就是牛的胸脯子 胸脯子 嗯 还蚊里好是吧 哎哎 牛肉先改刀 嗯 这个牛肉属实的漂亮 全不是新鲜 你看啊 这个纹里 然后他顺着这样切 最后直接就切成冷吃牛肉那种牛肉条 嗯 切好的牛肉 白卤 来看看白卤加了什么料 这是青花椒 八角 这是山籃是吧 嗯 山籃山籃 还有老酱 嗯 很简单吧 嗯 嗯 这是加盐 然后乳汁 入个底味 啊 嗯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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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斩兔的 这个是不过白鲁 就是今天 油炸 葱 老姜 了酒 老姜 料就啥得多啊 嗯 有点盐 子宫人应该是吃冷吃度要多一点吧 能吃度能吃牛肉都可以 不能让一只兔子活着离开子宫 不能让一只兔子活着离开子宫 都有新鲜的兔子 活着 充分的马鱼 拔好了兔子 下油锅去炸 烧着 油烧着 这个是马了15分钟的唬 已经马了15分钟了 哦 马了15分钟了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面就是冷吃牛肉跟冷吃兔最核心的配料 来 介绍一下老板 这个油是我自己用菜子炸的 这个菜油 必须用菜油 这个就是新一代海椒 内黄新一代 这是贵州的满天鲜 这个应该是炒牛肉 这个炒冷吃兔是吧 这是云南的青花椒 这个是我自己配的海椒面 这个就很精华了 放了很多香料 里头还有花椒的香味 还有花生的香味 有芝麻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配的红油 冷吃红油 冷吃的红油 这个比凉麦红油要香一点 加了香料 是两种不一样的油 这是我们用的自工的经验 这是我一斤 鸡一斤 这个是我自己配的香料粉 很关键 这个是白椒糖 这个是橙皮粉 橙皮 大橙粉 这个就是炒冷吃牛肉要用的姜 大量的姜 老姜 这是很常见的八卦大量 三类 你这个还带土地啊 暂时不带 不带 不带 这是我的看家本里 给多少钱都不带 都不带 都不带 这个还醋是吧 还要加一点醋 来看一下 你们做冷吃的朋友 可以对着把它全部都记下来 然后自己去调整体力 大概配料就是这些 老板几乎算是毫无保留吧 除了几个这个炒的辣椒粉 你们可以自由发挥 这个肯定就是比凉拌菜油 红油更香的加香料的红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香料粉 还有 炒冷吃兔是吧 嗯 冷吃兔 炸锅还要加这么多油啊 嗯 下炸锅的兔丁 50斤兔子处理完以后就这么点 两盆 这是橙皮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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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适量的加点水 白糖 加入蜜汁香料粉 加入鸡精 鸡精啊 嗯 这是夹的第二遍 类黄新一代 蜜汁海椒面 这个真的是 完全是吃油跟吃辣椒的啊 这个调料也得不少钱啊 哎 这个调料全不是自给的哦 自给的就是好东西的意思啊 哎 全不是选的最好的哦 加入味精 最后一步 冷吃红油 然后马上就出锅了啊 嗯 嗯 这一锅兔子起码得15斤油 煮好的牛肉 再切成长条 哦 你切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纹路了哈 哎 煮出来就更好切了 嗯 现在是顺色 哎 来看看 牛肉的这个纹里 它这个丝都能撕成肉丝对不对 哎 可以收丝的 哎 看一下 切成了 牛肉条 嗯 嗯 自供名菜 冷吃牛肉 嗯 现在炒 冷吃牛肉 冷吃牛肉跟冷吃醋 其他流程都一样啊 就是它开始是要撒很多这个姜丝 还有一个跟冷吃醋不同的就是 它第二步冷吃醋加的是辣椒蛋 冷吃牛肉加的是辣椒丝 哎呀 这个真的是火辣辣的 冷吃牛肉出锅了 哎哇塞了 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简简单单 全是素顺特色啊 这个是冷吃牛肉 冷吃兔 这个叫克猫耳 以前他们跟我讲说自供还吃猫 后来我来过以后 他这就是田鸡啊 再有这个肥肠 肥肠烧豆花 这个还 这个我还没听过啊 哎呀 口水又下来了 先吃冷吃牛肉 冷吃我是非常熟悉的 我有一个玩的很好的朋友 他就是干那个的啊 这个绝对是下酒神器 他我说我那个朋友啊 他们要来干冷吃 我还跟他开车 一千六百五十公里 到的是自供吃的是叫秋金小炒 他们家秋金小炒的牛肉 冷吃牛肉非常出名 但是这个啊 绝对 有过质 还无不及 他这个 牛肉没有那么干 太干了我吃不了 冷吃兔 没有一只兔子可以活着离开自供 兔子啊 他本身是 只有鲜嫩 没有太多味道的 你给他什么味道就什么味道 他这个炒料麻辣鲜香 刚才我拍的流程已经非常非常 仔细到 再仔细老板已经不让拍了啊 其实你们大概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 在家可以做啊 他的秘方那些料子啊 其实你放不放 他是商用的嘛 饭店的做菜 他肯定会有一些 很多很多人有大料 家里头做大可不必 出来的味道 就可能没有那么浓郁吧 也大差不差 来 富顺 豆花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吃 吃了一个肥肠豆花 先吃肥肠嘛 还有油 来蘸一下这个蘸料 这个是叫什么 叫霍香叶子啊 就每个地方的 就豆花蘸水都不一样啊 他的肥肠很清淡啊 但是没有一点点异味 富顺豆花是不是假天下 我之前拍过每一次的 每个地方的豆花 他们都说 不来富顺 就等于没来过 没吃过豆花 好吃 他放的是 菜油 再来吃一个肥肠 这个肥肠有点宣明夺主啊 好吃好吃 特帽儿不是帽 是田鸡 富顺有几大名吃 鲜椒肚 还有这种鲜椒田鸡 鲜椒肠菜啊真的是非常耐吃 哇自公菜真的好吃 再来吃冷吃 这个冷吃其实啊 就是小零食 他这是说是200克卖24 然后这个是老板吉利推荐的啊 我们今天就不喝酒了啊 他是富顺香症 失事症 说是晒了1000天的 非宜的醋 这个好绵长感觉啊 加了蜂蜜 不喝酒喝醋了啊 需要问一下 自公本地的吃货啊 豆花那个 就是富顺的豆花 鱼三梨二雷三雷三 都是叫什么什么挤的 到底哪一家好吃 我们明天早上去吃豆花